国宴49岁 离异 公交集团出纳 工资3600元 家住长春 与父母同住 一进屋之后啊 张大哥就主动帮任大姐挂起了衣服 随后又带着任大姐参观起了自己的家 看着吧 随意看 行 你也记住了 记住我 姑娘不 哦 这不是有这个那什么吗 就是骑行 就旅游骑行的用的装备 对 没啥事就是让一玩一玩 可是感觉挺好 怎么觉得好 就是彼此的演员 这带上我的卧室也好 挺宽着 挺显着 挺干净的 我平时有时候没事坐洋谈 那他塞太阳 有的时候好抽盐 你就坐那把抽盐 咱炒就咱跑 你能抽多少盐呢 一天的一包左右 哦 那好 还行 大哥喝酒 但不耍酒疯 又笑出了大姐的一个顾虑 大哥也是真高兴啊 饭还没吃呢 先把酒给买上了 那今天哪想喝了呢 你们来高兴吗 高兴就喝点 大姐来高兴啊 没有你们我咋能认识这个美女 是不是 大家来了都是朋友 有缘的就结为伴侣 无缘就结为朋友 那么会说我那两年 会说啥 来 认识你非常高兴啊 那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平时 头头不遇 偶尔上公园留的留的 一样都差不多 骑车的玩可以有三碗水的 对 你总该有点爱好 要不就没意思 头这俩人聊得热乎劲 彼此的好感度 在逐渐提升 坦诚的张大哥觉得 还是得先把自己房贷的事摆出来唠唠 我退休金五千四百八十多 但是我有房贷 房贷一月得还两千四百多 你这个已经还多长时间了 还好像应该八年多了吧 那还有多长时间呢 还得有十一二年吧 我除了这房贷吧 就是没有就是硬核压力 那看你自己挣的点钱 挣的钱是退休老保家 你现在打工的钱 那往后觉得你就是这个收拾支出 应该还可以买 可以呢 承受得了 而且你已经还了八年了 不像是刚刚买房那样了 张大哥说 之前也有人给自己介绍 但是听说自己有房贷 都望而却步了 任大姐的理解 也解开了她的心结 但是大哥说了 他觉得两个人 三千块钱的生活费用 是够用的 不知道任大姐 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呢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之后 这钱该咋花呢 要找办法 主成家庭了 家里的生活当中 这些琐事你怎么支配 钱财方面 那你觉得这方面应该咋呢 就是说呢 很简单 就是说呢 两个人不管说我的工资也好 还是你的工资也好 假如说你的工资你攒起来什么的 可我钱财 如果说我的钱 我的工资要不够呢 你就添不掉 如果说你要是够呢 你的工资不就攒起来 攒起来等建了以后 就是说有个啥事用 两个人就最起码能攒一个人工资 总得留点过河钱 是不是 张大哥和任大姐前面都聊得挺好的 提到财务分贝的事 大姐心里泛起了嘀咕 不知道大姐的心里是咋想的呢 你看他可以就是说 可以你什么交房贷 他交了房贷 我两个工资还放在一起 就是说我自己 没有一点私人空间 就是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有点空间 他还要求我说 你自己的工资 你攒点 你以后有什么事 你能骂出来 我就感觉就我心里有点 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的好 不舒服 我也应该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说我一个人攒一千块钱 就贵我自己贵了 或者攒着钱 就这个东西 就跟他没关去了 然后剩余我的钱 我都可以交给他 他关 因为我也不会理财 我也不会管 人家啥意思呢 人家要给自己 咱得留点过河钱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他开三千六百块钱 然后人家把这一千六百块钱攒下来 那这个钱就攒了 攒到他自己留着了 然后这两千块钱拿出来 跟你剩交房贷的钱 你们俩放在一起花 这能不能接受啊 能 但是他的工资我用着货 那你刚才咋说呢 你刚才就一直说 让大姐把钱攒点钱的意思 我刚才我说就是那意思 我跟你嘴笨 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就刚才那个问题 我不需要花你工资 我的工资足够咱俩收费 另外我不说 跟谁分心啊 就说 就像你说什么拿着多钱 资个资多钱 不需要呢 你的工资你就多存心 你这样说的话 我才不好意思了 但是反过来就是说 我也不可能那么去做 就是我自己都善 我自己怎么能 你不能那么自私 但是我要的就是 你这句话 就是 如果说你要是不反对的话 就说咱们先以朋友之间 你别忘了 跟谁说